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萧皇后 朋友们可能会问 咱们不是已经聊过萧皇后了吗 就是大辽国的那个萧燕燕 萧皇后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不是那个萧皇后 萧太后 而是另外一个萧皇后 她是大隋王朝第二位皇帝 隋阳帝杨广的正宫皇后 朋友可能又说了 既然都说到杨广了 怎么不先聊聊杨广 怎么先聊她的老婆呀 杨广的功过是非 在史学界的争论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咱们也就不用先管她 倒是这位萧皇后啊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帖子 我不敢称其为文章 因为我觉得他们还不配 看到这些帖子呀 说萧皇后是曾经服侍过六代皇帝 六位不同的皇帝 还给萧皇后起了一个恶毒的名称 叫六位帝皇丸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侮辱性的一个名称了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聊聊 这位萧皇后到底是不是网络上说的那样的六位帝皇丸 他的真实的历史经历是怎么样呢 也算是以正视听吧 这网络上所说的六位帝王都有谁呢 第一位当然是隋阳帝阳广 第二位就是杀死隋阳帝的余文化籍 最后他也称了帝了 第三位是杀死了余文化籍的窦建德 第四位 第五位是突厥的两位可汗 第六位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今天呢 我们就先从第一位隋阳帝阳广说起 我们先来说说萧皇后的家史 萧皇后呢可以说是名门闺秀 她出生于兰陵萧家 说起这兰陵萧家 大家一定觉得不陌生 兰陵萧家曾经在南北朝时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户 曾经出过了南齐的萧道成这一族 就是我们熟悉的赫里华亭中 黄志忠他们这一家 再有在南梁的时候呢 出过了萧衍 这就是梁武 梁武帝萧衍 他们也是金陵萧家的一支 到了萧皇后这一带呢 她的附近萧盔是西梁国的皇帝 朋友可能会问 怎么又蹦出一个西梁来 不是南梁国吗 这时候呢 南梁因为侯景之乱 以及后来的陈霸仙崛起 已经被南臣所取代 而西梁呢 是当时皇族的一支 在现在的荆州地区 就这么一个小地方建立的这么一个小政权 西梁政权呢 一直是依附于北边的西魏呀 北齐呀 以及于隋 就是不管北边的政权怎么变 它都是一样的依附过去 当时随灭南臣的时候呢 西梁也是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基地 萧皇后的父亲呢 是西梁国的皇帝 她的爷爷呢 就是南梁著名的昭明太子 这位昭明太子叫萧统 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因为他编转了一部书叫《昭明文选》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具有重要地位的 曾经流传着一句话叫 文选烂秀才半 意思就是说 这部文选你要能读的烂书于心 那么你这秀才就拿到一半了 说起这兰陵肖家呀 我顺便再多说一句 兰陵肖家呢 在当时江南的几大士族中呢 他是四大姓之一 四大姓呢 分别有王谢元肖 这可以说是当时的四大家族 但是后来呢 王谢家都慢慢的衰落了 大家知道 刘雨虚那句诗旧识王谢唐前雁飞入寻常百姓家 说明这个家族 这两个家族慢慢的都衰落了 衰落的原因就是 这些家族都醉心于声色犬马 不像萧氏一门 门风一向很严谨 从最初的置于官宦之途 到后来的成为一个标准的书香门帝 同时又涉足官场 所以这个家族在后世中流传非常的广 影响也非常的大 这一点呢 有点像我以前讲过的吴越前世 萧皇后呢 是生于二月份 按当地的习俗呢 如果女子生于二月份的话 视为不及 于是呢 她的父亲萧亏就把她寄养在了她的一个叔叔家 不知道是不是二月出生的女子真的会带来不及 反正啊 她的叔叔和她的叔母都相继的去世 萧皇后没了依靠 又投奔了她的舅父家姓张 这张家呢 就不是什么富有之家了 所以年轻的萧皇后 那时候就要自己做点事情了 不能过公主那种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了 在萧皇后17岁的时候 命运发生了转变 什么转变呢 是当时的隋朝 隋朝皇帝杨坚呢 要为她的二子就是杨广 选择一门亲 当时呢 选定了江南的萧家 要从他们的皇室的公主中选一个做杨广的王妃 当时的西凉皇帝肯定是满口答应了 就把她所有的女儿的生辰八字都交给了隋朝的官员 让他们去查验 看看合适不合适 但是啊 所有的公主都查过一遍 发现 生辰八字与杨广的生辰八字都不合 这时候西奈皇帝突然想起了 她在外面还寄养着一个女儿呢 就是这位萧皇后 于是呢 又把萧皇后的生辰八字递上去了 这次一看宴 发现 萧皇后的生辰八字跟杨广非常非常的匹配 于是就定了萧皇后 做了杨广的王妃 萧皇后嫁给杨广以后呢 那时候就是晋王妃 她跟杨广呢 两个人呢 可以说是株连璧和 两口子日子呢 过得非常的和谐 萧皇后呢 本身就是书香门帝出身 所以诗词歌赋都非常的擅长 而且呢 她还擅长医术 不光是擅长医术 而且她还通战侯术 战侯术是什么 战侯术就是根据天象啊 看一些兴衰变化 跟战兴术有一点相像 说起来 杨广也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的纹固子弟 在史书上记载 说杨广好学善蜀文 说杨广的诗词是词无淫道 并存雅体 归于典治 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 杨广曾经写过一首春江花月夜 这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 是因为出唐的诗人张若虚写过一首《春江花月夜》 这首诗呢 被收录在全唐诗里头 又被人称为《孤篇盖全唐》 就说这首诗写的好 其实啊 在张若虚之前 杨广也写过《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它是一个诗体 这个诗体呢 是最早是陈书宝创立的 但是当时陈书宝写的 全是那些银词烂语 到了杨广的时候 就一改那种银迷的词峰 写了这首《春江花月夜》 跟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木江平不动 春花满正开 流波江月去 潮水待兴来 这首诗呢 描绘的意境呢 就是在傍晚的时候 看到平静的江面上 水波不腥 此时呢 又春花正开 那么一个静逆安稳的一个情景 其中它用的春花满正开 这个满字 还有流波江月去 潮水带春来的这个江和带字 可称为是妙笔呀 虽然用的是动词 但是呢 又没有那种躁动之感 没有破坏整首诗营造的静腻的氛围 可称为是佳作呀 我感觉它是一点不比张若虚的那首差 张若虚那首呢 大家可能很熟悉 其中有两句 叫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朝生 在意境上和杨广这首诗有相近之处 但是杨广这首诗是在先的 所以说杨广和萧皇后 按现在来说 都是文学青年 所以呢 两个人志趣相投 感情非常的好 杨广这一生啊 虽然后宫无数 曾经宠幸过的妃子也不少 但是她对萧皇后一直是非常的爱护和尊敬 杨广当皇帝以后 每次出游寻幸 她都是带着萧皇后 杨广娶萧皇后的时候呢 是14岁 萧皇后17岁 真应了那句女大三报金砖 所以杨广尽管是外面采旗飘飘 但家里永远是红旗不倒 萧皇后和杨广夫妻35年 萧皇后的皇后的位置 从来没有人敢惦记 因为所有的后宫女人都知道 从杨广那里 这点就根本就不可能 我看到网上还流传着一个帖子 说当年的推背图的作者 大师袁天刚 曾经为萧皇后算过一个卦 送给她八个字 叫 母仪天下命饭桃花 其实我看来这纯属瞎编 从这八个字 我就觉得 这像是哪个民间艺人编出来的话 显得就没有什么水平 我想编这个 可能是因为袁天刚曾经为武则天算过一卦 所以呢 可能就把袁大师当成了一般的江湖算卦的 买一送一 既然给五妹娘算了 也要给萧皇后算上一卦 算是白送的 袁天刚确实给武则天算过一卦 在武则天小时候 当时他的母亲杨氏抱着他穿着男装 出来让袁天刚看 袁天刚呢 就叹了一口气 说的 如果他要是一个女孩的话 那他将来一定是做皇帝的命 但其实武则天就是一个女孩 当时不过是穿着男装 所以这卦呢 在后世就传开了 这件事情在史书上是有所记载的 但是给萧皇后算卦 我觉得就是秉承着买一送一的原则瞎编的 后来 杨广因为滥用民力 引得天怒人怨 各地义军纷纷起义 他的政权呢 也是岌岌可危 这时候 杨广就退守到了江都 就是现在的扬州 在那地方呢 每日就是喝酒纵月麻醉自己 不理正事 我想这也是杨广本人的个性所决定的 这是他的一个性格缺陷 他就是典型的那种迎风浪 逆风降的那么一类人 经不起风浪 情绪大起大落 这时候的杨广只想和萧皇后一起做长城公 长城公呢 指的是南臣后主陈淑宝 当年杨广是最看不起陈淑宝了 认为陈淑宝一无是处是个昏君 所以呢 是杨广在陈淑宝死了以后 赐了他一个嗜好是杨 没想到啊 几年以后杨广经过努力 终于活成了他自己最讨厌的那个样子 他也变成了陈淑宝 而他死后的嗜好也是这个杨子 虽然说这是唐朝给他的嗜好似乎并不是很公平 但是他后期的表现确实是乏善可陈 萧皇后呢 也曾经多次规劝杨广要迷途知返 要重新振作起来 告诉他有各种各种的危险 让他想办法 但是这时候杨广已经根本听不进去了 整日就想着纵情声乐 最后萧皇后也没有办法 他就对他身边的人说 这可能就是天意 就随他去吧 就不要给我的夫君增添烦恼了 因为当时护卫杨广的军队呢 是他带来的禁军 而禁军的大部分都是关中子弟 这时候非常的想家 所以有很多士兵就偷偷的跑了 杨广为此就颁布了一部诏令 说如果士兵跑的话 那些军官要受连坐 要承担责任 也要被砍头 这个诏令颁布以后 情况变得更糟了 变成了士兵跟军官一起跑 军官觉得反正士兵跑了 我也活不了 干脆我也跟着跑吧 于是呢 以前是一个一个的兵跑 后来变成了一个建制 一个建制的军队跑 军队慢慢约束不住了 当时的禁军统领司马德勘 就找余文智吉商量 说要不然我也跑吧 说这样下去的话 我早晚也会被砍头的 余文智吉说呢 说你跑哪去 你的家小都在这边 都在皇帝的控制下 你要跑了 他们都得死 说皇帝的威权还在 你跑是跑不了的 司马德勘就说 那这样我就只能等死了 余文智吉又说 说那这样 我和我的大哥余文化吉商量商量 看看咱们能不能把这个皇帝做掉 这样大家就都平安了 于是呢 他们两个人就找到了余文化吉 当时的余文化吉在宫中的地位呢 比他们俩都要高 余文化吉呢 后来想想 可能也看到隋朝大势已去 就决定造反 说起这个余文化吉跟余文智吉啊 他们都属于余文家 他们的父亲叫余文树 是大隋的开国元勋 一说起余文这姓氏 大家肯定想到了北周的皇族 余文家族 没错 余文这个姓氏 跟余文家族确实有很深切的关系 但是他们并不是血亲 余文化吉 他们这个余文家族以前是余文太 余文家族的奴隶是家奴 后来呢 因为立有大功 所以呢 就给他们次姓了余文 他们以前并不姓余文 后来隋朝开国的时候 把余文皇族诛杀殆尽 当时的余文树也在诛杀的名单里头 但是后来考虑到他们并不是血亲 就放过了余文树这一只 余文树为大隋是开疆拓土 立有大功 杨广能够当上这个太子 其中两大助力 一个是来自于余文树 一个来自于杨素 但是余文树这两个儿子 实际上他有三个儿子 老大余文化吉 老二余文治吉 老三余文士吉 这老大老二都是不学无术之辈 经常的惹麻烦 他们曾经偷偷的跟突厥做生意 这当时是隋朝严厉禁止的 杨广发现以后 就要处这两个儿子死刑 后来余文树苦苦求情 杨广才放过了他们 余文树死的时候 拉着杨广的手说 说拜托你一定照顾好我这两个儿子 他也知道他这两个儿子很不像样 就要求隋阳帝不要杀了他们 隋阳帝当时也是眼含热泪 答应了余文树 而且后来也做到了 给余文化吉余文治吉 都许以高官厚禄 即使这两个人其实是德不配位 而他们的老三余文治吉 却是一个宝学之士 隋阳帝杨广 把自己嫡生的就是他跟萧皇后所生的 长女南洋公主嫁给了余文治吉 大家看过隋唐演绎的 其中有一位英雄人物叫余文成都 说是天下第二条好汉 说他的父亲叫余文化吉 其实余文化吉这个人有 但是他没有一个儿子叫余文成都 好咱们回过头来说这个余文化吉 余文化吉和余文治吉就带领着禁军冲进了皇宫 抓住了杨广和萧皇后 在之前呢 他们已经杀死了杨广的第二个儿子 叫杨健 很可怜啊 这个杨健啊 一直跟杨广的关系不好 他一直担心杨广会派人杀了他 这一次看到兵士们冲进来 他还以为是他的父亲派人来杀他呢 他还大喊着我要看诏书 我要看诏书 可怜啊 一代皇子死的时候 都不知道是被谁杀的 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 也就是杨广的嫡孙 以及杨广的另外一个庶子 现在就轮到杨广了 杨广当时对叛军将领说 说我是天子 天子帮有天子的死法 你不可以以锋刃夹于天子 拿毒酒来 所以可见杨广当时并没有失去一个天子的尊严 不过当时事出仓促并没有准备毒酒 于是呢 杨广就坐在地上 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 递给身边的那位叛将叫令狐行达 就对他说 你来勒死我吧 于是令狐行达就用这条腰带勒死了杨广 萧皇后在一旁是亲眼目睹了自己丈夫的惨死 云化吉当时并没有为难萧皇后 萧皇后呢 就命人把自己的床拆了 做了一个简易的棺材 就这样草草的把杨广下葬了 当时杨广是下葬在了扬州城北的雷堂 后世唐代的罗隐曾经写过一首诗 其中有这样两句说军王仁把平尘业 只薄雷堂数亩田 就是凯探杨广作为一代君王 到最后只能葬于雷堂这数亩之地 杀了杨广以后 宜文化吉又杀了很多的宗室大臣 当时有一位大臣许善欣 蒸蒸铁骨大骂宜文化吉 宜文化吉呢 一怒之下就把他也杀了 许善欣呢 还有一个儿子 当时目睹父亲的惨死不仅不悲伤 而且跪在地上叩头无捣蒜 恳求司马化吉饶过他的小命 后来司马化吉看他如此可怜 就没有杀他 这个人叫许敬宗 就是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奸相许敬宗 网络上流传着司马化吉在杀死了杨广以后 就霸占了萧皇后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很不靠谱 理由有三点 第一 云化吉杀死杨广后 仍然拥立了杨广的侄子杨浩 做了新皇帝 所以名义上来说 这个天下还是杨家的天下 萧皇后地位依然是尊贵无比 余文化吉既然是借了大隋之名 他就不敢去染指大隋的皇后 第二点 从司来说 萧皇后是余文化吉弟媳的母亲 也就是他弟弟的丈母娘 按理来说也是余文化吉的长辈 从这一点来看 余文化吉也不会去强占萧皇后 还有一点 隋阳帝死的时候呢 大概是53岁 萧皇后比隋阳帝大三岁 那么也就是萧皇后这时候已经是56岁 虽然萧皇后一直是以美貌而著称 但是毕竟是56岁了 余文化吉的口味是不是也太重了 所以我认为啊 说萧皇后曾经侍奉过余文化吉是无忌之谈 应该说余文化吉对萧皇后一直是以礼相待的 不久以后 余文化吉就押着萧皇后和其他的皇室诸女 以及进军一起北上 他们在路上呢先和李密打了一仗 李密呢就是当时瓦岗寨的首领李密 说起这李密啊 他的祖先是李毕 也是当时北周的八祖国之一 后来家道中落 李密呢虽然也是满府的文韬武略 最后无奈呢就投奔了瓦岗寨 然后逐渐的取代了以前的瓦岗寨首领宅让 取得了瓦岗寨的领导权 他和宇文化吉这一仗呢 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这一仗可以说注定了两个人最后都覆灭的命运 李密呢后来兵败 瓦岗寨的将领们呢死的死跑的跑 降的降 瓦岗寨呢也土崩瓦解 后来不是有一句话好像是说宁学陶元三结义 不做瓦岗一炷香吗 大概是这个意思 李密后来投降了李渊 李渊呢表面上对他非常的欢迎 大家赞美大礼相待 但是呢只给他了一个管理皇家厨房后厨的这么一个官 按现在话来讲 就算是皇家厨房的行政总厨吧 就这么一个官 天天就是别人摆宴席的时候呢 李密就要去张罗上这个酒啊 上这个菜啊 这个官让李密做的是非常的憋屈 后来李密呢又带着部将王伯当造了李渊的反 最后造反失败 李密和王伯当都被处死 好了 咱们继续说余文化吉 余文化吉跟李密打了一仗以后呢 两败俱伤 后来余文化吉呢 想想自己 后来余文化吉想想可能自己也活不久矣 于是呢 就在一个小县城自己称帝 算是当了几天皇帝 后来余文化吉被当时的夏王窦建德击败 余文化吉也被窦建德抓住了 余文化吉和他的两个儿子都被窦建德斩首 窦建德对萧皇后也是非常的礼裕 因为窦建德呀 他一直没有称帝 他一直只称自己为夏王 名义上呢还效忠隋朝王室 所以他对萧皇后也是礼裕有加 而且啊 窦建德的妻子姓曹 这位曹氏啊在历史上记载是杜汉之父 杜尽心特别强 很有那个河东诗吼的风采 据史料记载啊 当时萧皇后身边的那些妃嫔 宫女啊 有很多的美女啊 这位曹氏见到以后呢 非常的妒忌 于是呢 就让窦建德把这些女人全部让他们出家为泥 不让他们来诱惑他的夫君夏王窦建德 窦建德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巨内之人 所以呢一切都是言听计从 从这点来看呢 窦建德也不会去招惹萧皇后 因为他也害怕被母狮子咬一口 窦建德在杀司马化吉的族人的时候 有一件事啊 让他犯了难 什么事呢 是当时司马化吉弟弟就是司马士吉的儿子 该不该杀 因为这孩子的母亲是南洋公主 是萧皇后的嫡女 所以啊窦建德当时就跟南洋公主说 说这个孩子姓司马按理当杀 但是考虑到他也是公主您的骨血 所以呢 如果你说网开一面我也可以不杀他 这位南洋公主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南洋公主和他的父亲杨广之间的关系呢 一向是非常好 杨广对他是非常的宠爱 每次去南巡也好北巡也好 都要带着他的这个宝贝女儿 杨广为他选的丈夫余文士吉也是一个品德高尚 又保读诗书之士 所以南洋公主非常爱戴他的父亲 父亲被自己夫家的族人所杀 对于南洋公主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他也恨透了余文整个家族 包括他的丈夫余文士吉 不过这时候余文士吉还在北方 并没有在他的身边 这时候余文化吉要他做一个决定 他的决定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作为一个母亲 他竟然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了屠刀之下 在他眼里看来 这时候国仇与杀父之仇 可能已经远远大于母子的亲近 南洋公主在献出了自己的儿子以后 也是万籁俱灰 后来他就出家为尼 不知道他以后在佛刊面前 永经祷告超度的时候 是否能够求得一份心安 好的各位朋友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 我只能讲这么多了 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第二部分再制作出来 后面的窗后还要经历突厥两位可汗 以及唐太宗李世民这三位皇帝 那么他们之间的际遇又是怎么样呢 咱们就下次再接着聊 好的 谢谢朋友们的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